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站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 下方大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媒了解 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在线情感互动 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好礼 我听明白他委屈 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得跟人拉关系 我这钱算一投入是吧 对 他懂 除了投超市他还投过什么其他的买卖吗 还投过别的呢 还投过呢 那是什么东西我也整不懂 又是贵金属还是什么的什么的 他根本就不懂 那我不懂那背后不有人懂吗 背后谁啊 我认识的好哥哥 当时他说这个东西挺赚钱 他说你投吧 咱们以后肯定能看着回头钱 所以我就信他了 谁在外边不是为了赚点钱呢 我也是为了以后着想 投了吗 投了 赚了吗 没有 大哥怎么说 没法说跑了 怎么认识 人家投进去嫌打水漂都能听着响 你这投进去就白响了 连个响都没听见 那我关系是 那我不也不懂吗 那所以说上当了 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一次又一次地说过你 除了都是挣钱的 尽可量的就攒着点钱 可你呢一次一次就是不停 就像咱来到唐山 来到河北的时候 在酒吧工作 人家酒吧有住的地方 自己不住 非得嚷着厨去住 你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厨去住 谁让你不跟我出去了 我是不是当时我招你 我说咱俩厨去住个房住 我招你 谁让你不出去了 那还怨我了 酒吧有住的地方 我感觉挺好 我为什么非得跟你出去住 还有就是你出去住可以 既然你自己住了 你就自己做着饭吃吧 你自己不做饭 然后天天出去 过着大爷的生活 今天吃火锅 明天吃牛排 你是少爷吗 你是大少爷是吧 我不也想改善一下生活 那谁不想吃点 这小子除了喜欢吃 喜欢瞎投资之外 还有什么爱好吗 还有玩游戏 刚开支 第一个月开了一万多 刚开支的时候 就捧回了一个电脑 就是为了玩游戏 我为什么要买电脑 这人都有一个爱好 我平时我就爱玩玩游戏 所以说天天我得上网吧玩去 那我买电脑 我不也为了节省 我才加班呗 对不 节省你网吧可以不去 游戏可以不玩 你隔三差五地玩一玩可以 但是你别背着我 偷着往里面充钱呀 买装备 这不都是你干的事吗 那人就是爱好 那你看人家打台球 丁净回忆还有球杆人的 那我就是充点钱 买点皮肤 买点装备啥的 这咋的呢 这也不算事呀 总是会跟我挑一些歪理 知道吧 你一个月打游戏 大概投多少 大概三四千吧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正在家的时候挣得少 现在一个月一万多 就三四千就扔进去 可以呀 然后再吃点火锅啥的是吧 钱够吗 不够 他的钱根本就不够 不够啊 我的钱都跟他在一起 他都给你花没 没等我花的时候 钱都已经没了 那你们俩谁管钱呀 因为钱都在卡里面 没等我知道的情况下 他就已经把钱都支出去了 你把卡的密码改了呀 密码改了要用钱的话 我肯定还得告诉 改一次不能改两次 那你们俩把钱分开呗 你的钱是你的钱 他的钱是他的钱吧 你们俩搭档是吗 对 因为开支的时候 就一起开了 没关系 你跟老板说 我们俩搭档 但是我们俩是两个人呢 你们俩分一下吧今天 在一起都挺好的 分啥呀 行了 这臭小子吃死这姑娘 家里有用钱的时候 怎么办呢 这么花钱 我现在真的就是拿不出钱 现在家里面就是有点是 房子想要装修嘛 因为都是农损的 父母也特别难 而且我还有个小弟弟 需要上学 对吧 然后跟他在一起 钱基本上都是让他败过的 家里面用钱 我根本拿不出来 同样我跟你出来挣钱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 一年多一分钱 没往家里面拿过 你从来都没有为我想过 总想着自己花钱 自己吃喝玩乐 你让我来怎么办 你们家需要你贴补吗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你贴补是吧 需要 他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是吗 家庭条件还可以 比我的家庭条件 肯定是要好一点 那你知道你的女朋友 需要这个贴补家吗 知道 那你咋不帮帮他呢 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帮 除了在家里面欠下的债 而且到了这一块 他还背着我办了一张信用卡 以前的债没还完 现在又有这个债 办信用卡他吗 就是因为他钱不够花 他还要透支 我真的跟你过够这种 欠钱的生活 我感觉特别累 背着债过特别累 所以你要分手是吗 对 我能改 你跟我说过很多次能改 在家来的时候就说 我到这边一定改 你改了吗 你们到河北工作 是因为他在家里 就大手大脚花钱是吗 对 他要走你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我说啥 反正我做的这些 我也感觉我自己做的不对 今天来到这也是想挽回他 你告诉我 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 五万多吧 改得了吗 改得了 他这个除了这个败家之外 对你好吗 姑娘 对他好 对我还可以 你怎么对他好啊 我平时我给他买衣服了 买化妆品了 都给他买 他想吃啥我买啥 其实你的对他好 就是你对他花钱不吝啬 是吧 对呀 那是人家挣的钱 人家也在挣啊 他想要什么 我给他买什么 除了这个呢 他关心你吗 基本上是没怎么关心 因为他天天除了 和朋友在一起吃饭 再不就是玩游戏 只能说想起你来的时候 给你买点吃的 买点吃完的 平时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打理你 所以你这次来 是坚决要分手的是吧 对 是因为在生活里 分不掉是不是 放人走吧 不行 分手不行 我想挽回他 我一定改了我这些 大手大脚的毛病 以后我肯定不乱花钱了 行吧 我知道我错了 我也要改 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女生说 他能改 鬼才信 我就想跑 是这意思吗 还不是 其实女生的意思 我还想信他一回 我能信吗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好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聊聊你的家庭 你家那边还有什么人啊 我家那边 现在我爸妈他们现在都不在老家了 都已经出来了 家里生活条件真的很好吗 以前好 现在不好了 不好了 因为我爸以前有钱 现在就是包东西一下子赔了 赔了好几十万 现在家里还欠了好几十万是吧 家里现在还有四十多万块钱债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的挥霍和家里的几十万 你怎么想的呀 就是我感觉 做他们那儿女有点不称职 我们俩在外边也不少赚 但是都让我祸祸了 我感觉我自己心里也有愧疚 对不起她 好 那我想问你两件事 你觉得这个钱是应该花 因为上半场我听你理直气壮地说 这钱就应该花 第二个选择是 你觉得不应该花 我控制不住 你觉得这两个是哪一个 我觉得不应该花 你是什么呢 这个认为不该花 但是控制不住 所以你的自控力和意志力出了问题 可能你从小的环境不错 养成了大手大脚 花钱这个不计其数 但是你现在家境条件变了 所以其实刚才我看到 你在谈到家庭的时候 是有些哽咽的 你知道是难受的 你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你这样自控力 你没控制好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是你女朋友吗 我女朋友 那其实我更感觉到 像妈的样的感觉 有没有这样 有 管着你 你就有一小孩 没有长大的小孩 调皮 捣蛋 控制不住 所以钱到你那里边 自然就花没了 我对不起的 我这一点我应该知道 好 那从今以后 他赚的钱 你不要管 给他 你只管你那份钱 他挨饿了 或者没有钱了 管你要的时候 你也不给 经过这段时间的打磨以后 让他去尝一尝 没有钱的苦头 这个才是让他成长的开始 因为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呢 钱混在一起 当他钱花没的时候 你还是一棵救命稻草 所以他更加的失控 所以暂时 你们俩分不分 我觉得先放一边 至少先做一件事情 把钱财先给分了 你的钱就是你的钱 他的钱就是他的钱 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 还解决不了 那你们两个 真的可能就不适合在一起 或者换句话说 这个男生 他现在还不适合谈恋爱 他还没有长大 他就一小孩 你现在当妈 你也当不了 你也没有能力当这个妈 所以我建议呢 钱先分开 感情另说 就这些 好 分不分手是在考虑 但是钱必须得 现在就分开 是这意思吧 好 来 去坐 不容置疑 你把女朋友的钱 甚至于你都没有资格 可以有能力去判断 你自己的家庭 你自己的家庭 你自己的家庭的话 你自己的家庭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吧 一个女人要离开一个男人的时候 很大一种情况 不是嫌弃她无能 也不是嫌弃她没钱 而是因为跟她在一起 看不到希望 你就是一个让人看不到希望的人 当女人在决定离开之前 她一定有过很多次的 想要软下心来给你机会 是吧 对 但是你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才使得她感觉幸福遥遥无期 你明白吗 你是让别人伤了心 你想娶她吗 想 你拿什么娶她 什么都没有现在 对啊 你怎么可能想过娶她 如果你真的想过娶她 你手就会紧一点 对吧 起媳妇要聘礼吧 是 就再退一万步 不拿聘礼 要上门拜见她的父母吧 要让他们知道 这些年来 你的女儿跟我闯荡还不错吧 请问你给她的父母 送过一次礼吗 没有 你怎么可以说你想过娶她呢 你怎么可以说你有过这样的计划呢 你不可能有过嘛 她往家里没有拿过一分钱 如果你真的想娶她的话 你怎么可能不会去拜见她的父母 拎着两瓶酒 或者一点礼物 来留个好印象呢 你有吗 你没有 所以说你根本没有想过要结婚 你想过吗 你们俩我看台本上是做演艺工作的 对吧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其实这钱挣得挺辛苦的 你花出去的时候 怎么心里都不会落忍呢 你想过这些东西没有 没有 如果你真的想过这些东西的话 一个女人跟着你从山村里走出来 这么些年 你没存下一分钱 也没给她父母用过一分钱 心是拔凉拔凉的 所以说她其实心里最难受的是在于这一点 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成长 所以如果你真的 你想清楚了现在 你要改对吧 改 她说了她要嫁给别的男人吗 没有 她说她现在心里有别的男人吗 没有 所以她离开或不离开你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她就在那 她没走 她只是不在你的身边而已 所以你能放她吗 等你把五万块钱还好了 你自己真的能够改掉这些习惯了 你再去找她 你相信她能等你吗 相信 你相信是吧 那相信今天能不能不出来 给对方一个空间 给自己留一个自尊 如果真爱她就这段时间好好改 改好了就找她 好 能吗 能 你心里没有别人对吧 其实你还是想嫁给她的对吧 只是一次又一次的丧失了希望对吗 对 你不知道可不可以相信她 但至少有一点 让她成长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要离开 你只有离开她才会成长 如果她真的成长了 你又有那样的耐心 她会来找你 可能这一切是水到渠成的 你只要待在她身边一天 我想她大概不会成长 你们在外面这些年异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但即便是这样 她依然是没有省下钱来 依然是没有对家庭负责任 对你负责任 所以如果为了她的成长 你真的应该暂时地离开才是 不放手是不会成长的 好吗 就这样 谢谢图雷老师 谢谢 所以现实问题就出来了 又是搭档 同时又是恋人 你们估计现在分开以后 各自在找演出还挺难的 是吧 对 非常难 非常难 所以说你们俩在一起 情侣的身份容易断 搭档的身份好难 拆不掉很简单 把财物做切割 可以 就像一个正常的搭档一样 明白吗 你们可以谈好 谁拿四 谁拿六 还是五五分成 我可以不要 都给她 那不对 因为 凭什么呀 我欠她了 我们不占这便宜 你说 同样都是演出 告诉拿自己 你拿五 你拿五 借人的钱 给人打上戒条 该怎么还怎么还 还完钱之后 你再考虑能不能跟她谈恋爱 男生 你要针对她有心 重新开始追吧 但是我们先做一个告别 对吧 我跟我自己告别 我跟过去告别 那你今天真的别出来 告别一下 然后重新追 什么时候好了 什么时候再来呗 生活的现实都得面对 好吗 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媳妇 你放心 我会从现在开始 立即改掉我的坏毛病 我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花一分钱 我不往游戏里冲钱 我希望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只能说 考虑考虑 我多了也不想说了 因为我想 用我的真实行动 再次感动你的心 我真的错了 请你原谅我 可以吗 给我一次机会吧 咱们两个 好好在一起赚钱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谢谢你 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他们的选顶 开门 欢迎订阅电视频 这个电视频 打赏了 大约 通牒 能不能打赏了 这种电视频 就是 智能电视频 就把电视频 开门 下转了 电视频 上转了 下转了 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定珍惜这次机会 不会让你再过以前的日子了 我用我最大的努力 我把我的债环上 给你最好的幸福 我爱你 希望你真的可以做到你说的这些 可以 放心吧 好 亮灯吧 女生啊 老师的话要记住啊 把钱先分割开了 谈恋爱归谈恋爱嘛 经济相对独立 好吗 男生加油啊 来 拿着 加油吧 两个人 讨二位生活奋斗吧 谢谢你们 请回 好了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一年了 一直异地 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 但是现在他要跟我分手 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太卑微了 在这段感情里面 根本就不平等 是我一直在忍让 他忍让什么了 他老是无中生有 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想害他一样 从来都是我去找他 从来都是我给他低头 从来都是我求原谅 我真的受够了 他老是误会我 老觉得我有问题 我希望他别再幼稚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潮24岁 来自河北酒店前台 女嘉宾小杨24岁 来自河北实习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你说的幼稚 是吧 对 然后你说你卑微 是吧 对 先说说你的卑微好不好 我跟他在一起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都是我处处忍让 然后我处处做出退让 他从来都不会考虑过 我的感受 我喜欢他喜欢 特别辛苦 你们俩怎么好的呀 我们俩高中的时候 是同学当时没有在一起 当时是我有些暗恋他 然后到大二次 那你跟他说过吗 没有 那个时候是朋友关系 然后到大二暑假的时候 他跟他前女友分了 然后有一次 我们高中同学聚会 知道他跟前女友分手的消息了 然后我后来就跟他告白了 然后他就跟我在一起了 是你告白的 对 那你知道他一直暗恋你吗 知道 就是怎么会不知道 这说的是实话 好了之后你就一直忍让他 是这意思吗 对 就是各种事情都是我 自己做出退让 做出忍让的 比如说呢 就是他在酒店实习的时候 然后我不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吗 他要过生日了 我就向他那个社友打听他的上班情况 然后但是我到了之后 他就没有在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微信上给他发消息 他也不回 最后我给他发了个定位 我说我自己在这特别害怕 让他赶快回来 当时我去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我也没有听见 后来等我跟同事吃完饭后 我看见微信上 有他给我发了定位 我最后也是火去火了的 就去找他了 他最后是来找我了 但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他身上的酒味特别地重 然后我就是 竟然从他钱包里面 就是发现了一个女的身份证 关系有多亲密 可以就是拿到 就是这么私人的东西在身上 还在他的钱包里面 他把他身份证放在我这 是因为公司休年假 然后他正好来成德文 就是让我给他安排酒店住宿 让我给他办理一些手续 所以就把身份证放到我这里了 那说出去谁信啊 这么私人的东西放到你那儿 让你预定 就他跟你好吗 可是我之前也跟你解释过好多遍了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有什么办法啊 而且他跟这个女的 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是那个时候 他刚毕业 刚实习嘛 他工作之后 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是每天跟那些朋友 去泡巴 去KTV什么的 然后每天在他朋友圈 发那些东西 到后面他跟那个女的自拍 我然后就说了他几句 我说以后你能不能 少出去喝酒干什么的 然后他呢 他是不在朋友圈 发的那些动态 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 他一直不接 然后我没办法了 我就登了下他微信 然后我就在那个 他那个朋友圈 建有一个独立的分组 好多那个动态 他都把我屏蔽了 那些动态的内容 就是关于跟那个 就那个身份证上 那个女的 她穿那个性感 就是挺暴露的 那些内衣的照片 她就发那个 然后还要把我屏蔽 他发那个女的 穿性感衣服的照片 对 还是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 没听懂 有他俩的合照 还有那个女的 穿那个性感内衣的照片 你说这件事 我是天天出去喝酒 但我那是为了银河领导 对于我们男生来说 在酒桌上 是最能培养关系的 我天天出去喝酒 那也不是我想的 他可没说你喝酒 他现在说的另一件事了 对 我知道 因为这件事 才有后边这件事 我先说一下 他们都有逻辑关系 好好好 来 接着说 然后后边 他就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他上了我微信 才看见这一组照片 对 说照片吧 但是他没有经过我同意 就上我微信 这件事就让我非常着急 那因为微信那件事 我又跟你双呛了 没说完呢 不不不 没说完呢 我们现在知道你生气 知道你喝酒 有你的理由 你没解释清楚 为什么屏蔽了他 发你跟另外一个女生的 亲密照 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过 又不让我发这些照片 但是我就是想发 我又不想让他生气 我只能把他屏蔽了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发另外一个女生的 这个内衣照呢 那是酒店朋友 介绍给我认识的 一个淘宝模特 他给我发的照片 是让我给他参谋一下 我看 感觉挺好看的 顺手发到朋友圈上了 那为什么还有 是有他跟那个模特的合照 还有合照呢 对 合照那就是 普通朋友之间 照个相 那也没有什么 你跟普通的异性朋友 他穿内衣 你跟他合照 合照他是穿着 很正常那种衣服 好好好 他那个朋友圈 他从来都没有 发过我的照片 然后他就发 那个女的 他要屏蔽我 这点就非常让我生气 听明白了 这是一个连锁性的事件 发现了一个身份证 一联想 查出这么多事来 是吧 对 我就怀疑 跟那个女的有关系 而且她又是淘宝模特 人家长得又漂亮 身材又好 那肯定方方面面 都比我好 我当然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特别难过了 就感觉自己跟个傻子一样 被她耍得团团转 然后我问她 她就一直说没关系 我说那你把那个人 叫出来 咱们当面对质一下呀 但那是我的好朋友 你叫出来当面对质 让我多么难看 那怎么就能让你难看呢 就是叫出来吃个饭吗 我跟她是普通朋友 你这样 你把她叫出来吃顿饭 你俩聊起这个问题 你把我的脸面放在哪 脸面对得就那么重要吗 我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为我付出多少 那我身为一个男人 我必须重视这些脸面 那你把我这个女朋友的地位呢 当然我也同样重视你啊 她除了干这些事 让你觉得卑微 还有别的事吗 就在十一的时候 她就跟她朋友一起出去玩了 然后到后面 她发到那个朋友圈的动态 我才知道 他们是四个人出去玩的 那我在大学 跟着同学出去玩 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那一对是情侣 然后她跟那个女的 让别人外人看 那个女的是哪个女的 是那个那一模特 还是另外一个女的 是另外一个女的 然后让外人看来 那怎么着 也是两对情侣关系 一起出去玩啊 我给她打电话 当时她也没有接 那你就是老是喜欢误会我 当时我就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跟她只是大学朋友的关系 你非得要想那么多 到后面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怕她跟那个女的怎样 我有点小担心 我就跑过去找她去了 然后我还专门请她社友吃饭 然后就想让她社友 以后多照顾她一下吧 然后她社友就是喝醉了 就不小心跟我说漏嘴了 就说她那个时候 跟她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就每一次闹矛盾 她都会过去主动跟人家道歉 但是到我这儿 我就跟她就那么问了一下她 然后她就不理我 跟她打电话她还不接 这么大的反差 让我就心里面特别伤心 对 当时你给我提起这件事 提起前女友的事情 你又接起来我上班 我能不着急吗 那你对你前女友那么好 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当初是你现在追的我 不应该你对我好一些吗 那我为你 不应该你多在乎我一些吗 逻辑在这儿呢 我问问你 小子 十一你为什么不带她去玩 跟另外一个同学去玩呢 因为我们是异地 我知道旅行的时候 不就不异地了吗 十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旅行呢 我说了 然后她说她当时放假少 然后说自己有事怎么 就往后推脱 我听那个意思 她就是不想见我 你这个资料上面说 你现在是实习职员是吧 对 你们现在实习了 你到她工作那个地方去 是在承德是吧 对 你去承德实习了吗 不是 我是在苍州 你都实习了 干嘛不去承德实习呢 你们俩不就不异地了吗 因为之前她跟我商量过这个事 但是我拒绝了她 我认为 你拒绝了她 对 我认为她学校在苍州 然后她来承德实习 这就弄了就很麻烦 毕竟她要在两个城市来回奔波 我心疼她就没让她过来 那你们俩的情感怎么办呢 你怎么不去苍州呢 因为我感觉就是 两个城市来回奔波太累了 一方面我是心疼她 不想让她跑 我也怕我这边学校时太多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苍州工作 我想在承德这边离学要近 所以就没有想到去苍州 行吧 你们俩这段情感怎么打算呀 未来 未来没想过 就打算是 你是没想过是吧 实习完之后再说这件事 我想的就是 共同就是积累工作经验 然后再一起到一个城市 然后找一份正式的工作这样子 你的卑卑我是听出来了 你不是说她不成熟吗 哪不成熟啊 怎么幼稚啊 我跟同学出去玩 她就老是喜欢误会我 还有就是上次 她一直说我不在乎她 但是她上次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了她一件礼物 她说起这个礼物这件事来了 她那个时候给我买个礼物 我的确挺高兴的 但是事后呢 事后她事后给我打过来电话说 说她欠人家一千五百块钱 让我问问她 什么时候能还 那我也没想到 室友会给你打电话呀 那你借人家钱干什么呀 我借钱还不是为了给你买礼物 想让你开心吗 你让我开心 你不能用自己的钱吗 你跟室友借钱 然后到最后我才 从她室友那我才知道 她那个时候是 为了跟她前女友去旅游 然后跟她朋友合开了一个 那个网店 然后她投资了四千块钱 然后她后来是当时没钱了 然后又借钱送我礼物 她真的就干这些事 让我真的就特别伤心了 明白了 问问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我要跟她分手 我不想分 这好奇怪呢 为什么不分呢 因为我感觉我们在一起 就是挺开心 虽然之前我没有 挺开心 虽然之前我没有 就是过多地关心她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她的 我不想因为这几件事 就闹到分手这个地步 可是我看你在你的规划里 也没有她呀 你也没邀请她来承德工作 你也没说要去苍州工作 你们俩还想这么一地下去 是一地的特开心吧 是 我的打算就是 等实习完 就去苍州找一份工作 啥时候实习完啊 也就实习一年吧 你说要分手啊 对 我真的是受不了 真要分假分啊 真的要分 我坚决不同意这件事 说说你的理由 我认为我们就没有必要 闹到分手这个地步 如果她说我之前那些事 办得就有错误 我可以承认我的错误 但是我不承认我们要分手 为什么呢 就这女生哪儿好呢 有可能你们没感觉到她的好 但是我感觉 我们没法感觉她的好 你的感觉是 她好骗 我感觉她很好 不是好骗 她好懵 不是 她好哄 不是 她对你好 对 我感觉她就 没有太多干预我的生活 没有太多的干预我的生活 行 怎么办呢 而且我还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明白了 我认为时间也很长了 但是我真的是忍受不着她了 每次都是我主动过去找她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主动过去去承德找她 她就说她要跟她朋友出去吃饭 然后就一个人把我丢宾馆里面 对 当时你来的时候 你没有事先给我通知 我并不是不欢迎你来承德 我就是特别想给她一个惊喜 但是她就把我自己丢到宾馆里面 然后她说她要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那你为什么不带她一起去吃饭呢 然后我当时说你可以带我来 但是我们大学我那个宿舍的几个朋友 一起出去吃饭 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带她 而且带上她 我们几个也就相对来说比较放不开 她把我一个人丢到宾馆 这也就算了吧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她也就根本就没有来找我 她喝完酒 到最后的时候 实在饿得受不了 你不要无理取得了好不好 我之前说是要去找你 但是后边我不是喝多了吗 我后边什么事也不知道 就连回宿舍都是摄友 把我送回去的 那我后来自己在宾馆吃的泡面 第二天急性肠胃炎犯了 我后来自己忍着痛 我回仓中我去输液去了 然后你呢 你就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来 要不是我给你打电话 我是怕茂然给你打电话 影响你休息 那都第二天早晨了 你说怕影响我休息 那我是怕茂然给你打电话 你着急啊 我只能等着你给我打电话 我安慰你 我就是想让你来关心我一下 到后面也是我主动 给她打了电话 我说我现在回来了 我现在正在书业 可我到最后也是接了电话呀 我没有不接你电话了 行了 姑娘 别再说了 再说真是脸都挂不住了 对吧 你说这些事干嘛呀 你不是要跟她分手吗 坚决跟她分不就完了吗 真是让人起急 你们赶紧劝劝这傻孩子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听着真起急啊 来 于老师 于老师 这个故事和他俩比较相似 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 他的小区里车位 是可以随便停的 没有固定车位 可是当我从朋友家里 做客出来的时候 发现我的那个车 前面站着一个标性大汉 指着我 这是我车位 你不能停 我说这不是随便停吧 没有固定车位吧 他说这个车我停了好长时间 就一直我停在这儿 我明白了 那不是他的车位 但是是他的习惯车位 就像我们经常到一个地方吃饭 第一次去的位置 下次还习惯到那位置去坐 所以我用两个字 就是你们俩很多情况叫习惯了 习惯了这种卑微式的这种爱情 因为他是你梦寐以求 暗恋多久的这么一个男友 终于在他失恋那一刻 你拥有了他 所以你都不敢正式地去享受 你和他平等的爱情 所以你屈膝着和他交往 而他也习惯了这样的方式 所以你是谨慎的爱 那边是放松 甚至叫放肆的爱 所以就习惯了 但是你这种习惯 一天两天还可以 伸长了以后发现 这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你压抑久了 你也会觉得你绷不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不合适了 要分手了 但是有一点 你现在连分手的资格都没有了 南方刚才说一句话 大家笑了 他觉得你 他觉得你就应该一定 他要对你更好一点吗 我不知道这是谁家的逻辑 如果都这样的话 那以后还谁敢去追谁呀 你们俩正好碰到了一个 这么一个恰当的时间里面 在那个失恋的时间里面 他才成了一个疗伤的药 用它的时候 需要它的时候 它就来了 不想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我建议你们俩 现在就异地很好 再继续异地 不要往前凑 凑过去以后 反而这个感情更麻烦 各自异地 当然如果你今天觉得 想分手了 那分了 更好解决 如果觉得还没想好 那就各自异地 各自干各自的事 我觉得时间 最终一定还能改变习惯 谢谢 我觉得 现在就结束了 赶紧分手 从男生身上 没有看出任何对女孩的爱 你说的很多话 让我脸红你知道吗 让我替你脸红 你凭什么 这么大言不惭地说 你追的我 就得对我好 在你对于这个女孩的 所有的种种作为 没有看出任何的爱 因为爱最起码第一点 你要对她有尊重 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 这里有什么爱吗 有尊重吗 一点也没有 为什么每次都是 人家主动地来 然后看到你一些不好的事情 甭管是和别人去玩 还是说看到了你跟别人的照片 你根本不把这个女孩放在眼里 你根本不把她的照片放在你朋友圈里头 你根本没有认可她 你把她没有当成女朋友 你只是现在在享受 这个女孩对你的好 你连一丁点的给予 或者说回报都没有 人家千里条条来找你 你自己跟朋友出去喝酒 给她的就说 你要出现我们会不自在 喝完酒 人家因此生病了 一个电话都没有 还有说我不想打扰你 你欺负人欺负得也太过分了吧 如果说你真是 对女孩对你所有的这些好 你但凡有一些感受 接受到了你应该是有感动 并且是感激的 就连最起码的一种回报都没有 然后一点也都没有悔改之意 为什么要在一起 还要继续地再去剥夺 人家对你的感情吗 直到有一天 你遇到了真正你喜欢的那个人 把他一脚踢开吗 你要这么做的话 你就太没有良心了 知道吗 如果说不爱一个人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爱你 并不一定反过来 你就能爱我 但是你不能这么 践踏别人对你的感情 女孩对你说的 其实就一个词 自尊 你从她那根本就得不到 对你的最起码的尊重 更谈不上 给你任何的付出的感情 我们还这么着去求她 你觉得你做得卑微了 你觉得你退让了 你觉得你忍受了 就能换回她对你的爱吗 当然不能 只能一点也让 她越来越看不起你 就像刚才余老师说的 分手都不能你说 我就不分 你能分吗 所以说现在已经看清楚 她所有的面目 不要再抱任何的幻想 也不要欺骗自己 她不属于你 如果说你跟她在一起 即使有过一段 至少你自我陶醉的美好回忆的话 那保留这个回忆 同时寄一个教训 如果说一个男人 根本不把你放在心里 根本不知道你尊重你 不要去求 求是求不来爱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傅老师 你爱她 爱她 其实你说的那句话 当初是你追的我 你当然应该对我好一点 我认为这句话没有问题 你努力去获取一样东西 你付出了努力之后 你就应该懂得珍惜 你当然应该对她好一点 但这句话反过来说 别人追你是应该对你好一点 那么反过来 别人追你有错吗 你就应该侵蚀她吗 不应该 对吧 她是应该对你好 没有问题 总有爱人多爱人少 两个人不可能爱得平均 但是并不代表她付出的多 她受到的屈辱也要多 对吧 对 第二个问题 你说你喜欢她的主要原因是 她在很大程度上 不干扰你的生活 你都把爱当成了一种干扰了 你说你还有多爱她呢 就这个女人反正不要在你眼前晃来晃去 就最好 那你说这是爱吗 不是 第三 你借钱给她买礼物的那一千多块钱 你的那个朋友向她要钱 这事你知道吗 后面知道 后面知道了 你什么感受 我就认为挺对不起她的 但是我嘴笨 你有对不起吗 毕竟我借的钱 这钱还了没有 还了 我是说你还她了没有 不是说她还你朋友了没有 没有 对啊 所以说你没有愧疚啊 你没有不好意思啊 你买别人一个礼物 是别人自己掏的钱 如果说你在一个女人面前 连这种形象都不要了 你借钱买礼物 买给别人 然后别人自己掏钱来还钱 你还不把钱还给她 甚至给她没有一声道歉 还责怪她 你说 你爱她吗 或许是我 你还说你爱她 我都跟你说到这种地步了 你非要说你爱她 又不要别人来干扰自己 人家爱你是活该 买个礼物要自己掏钱 你还好意思说你爱她 你这样的人哪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你比她更可恶 别人打了你左脸 你愣要把右脸凑上去让人打 打完了之后又跑到这儿来 要我们来主持公道 是你自己要把右脸凑上去让人打的吗 你到这儿来跟我们说 给我主持个公道吧 我好冤枉啊 我这么爱她 她如此倾见我 你的命运是你自己做成这个样子的 打了左脸还不够啊 还非要把右脸凑上去 一个人自己硬要把自己踩在脚底下 别人把他抬起来 那抬得起来吗 你说呢 你要自己实习自己的自尊 好好的生活 那你就别出来 所有的选择 所有的生活命运 都抓在你自己的手里 而不是在我们的手里 很多所谓的道理 所谓羞耻 自尊之类的话 你应该知道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好吗 就这个 来 谢谢陀老师 余老师那个办法特好 分不了手 不分嘛 就异地恋嘛 然后突然有一天 男生给你寄了个请柬嘛 来 喝个喜酒吧 带着份子 你去了 又过了两天 你给男生寄了个请柬说 来 喝个喜酒吧 男生去不去 也不知道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谷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承认我之前所做的 都是错误的 我也真心悔改 以前那些事 我希望能留住你 我发誓以后 不会再发生以前那些事 我会改掉以前的漏息 以后好好待你 不会再轻视你 让你感到卑微 我一定会把你放到我心里 最重要的那个角落 我要把你占完我每个心 不是每个心 整个心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之前的 所做所为 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在跟他一年左右的时间里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真的 特别地 特别地难过 所以说 真的不要在一起了 我一定把这队的故事 放在我心里最重要的角落 谢谢你们请回吧 哎呀 这是第一次在表白的时候说真心话 说了一场不着调的话 终于来 请官们 终于在这个表白的时候 算是说了一句真心话 心里最重要的角落 好 这个结局没人期待吧 是吧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 也是期待那边门是空的嘛 感谢一下吧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看选择吧 请开门 这一次是他追的我 下次我要把他追回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快追去啊 快追 好了 希望他们通过今天的节目 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机 来 陀老师 来自万事达爱宝专区的网友 提问说 女朋友 跟我在一起呢 脾气就特别大 心情琢磨不定 我要一直把他哄着捧着 稍微有点疏忽呢 他就开始闹 天天把分手挂在嘴边 时间长了 我也累了 我们俩这根本就不是谈恋爱嘛 但是我很喜欢他 不想分手 我可怎么让他懂事 未经失恋不懂爱情 如果你真的要让他成熟 那就应该让他梦想成真 当分手变成了狼来了的时候 那索性就让狼来一次吧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富领仙品牌 药宝是伊贝斯 伊贝斯纯精面膜 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内集联合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堂的大力支持 爱情宝贝战友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